一刀切开之后 这个料子你要说大哥平时不烧香 我是不信的 但是这块料子我们切之前呢 客服跟我说大哥确实有烧香 都说南奇出腰外 在这个材料上体现的是零零精致 要表现没表现 而且说列也比较多 皮壳上面 但是一刀切开之后 大家看一下 这个质量你敢想 看一下它的皮盒 非常的厚 这个皮大概都有两分的厚度 为什么一直没有剥出它的表现 是因为它的皮条 它里边是完全化开的 不仅有飘花 而且还有什么 可以说我大哥的这个命 是相当的好 这个料子 你要说大哥平时不烧香 我是不信的 但是这块料子我们切之前呢 客服跟我说大哥确实有烧香 所以说这个香烧的 还是非常管用的 它色花的位置呢 就是它水路的位置 色花是相当的漂亮 我们不说手镯啊 像它飘花的这个位置啊 我们打出一条108颗的项链 市场价要多少 但是呢 大哥的要求啊 肯定是先取手镯 那我们就借着大哥的这个料子 教大家如何取一条完美的手镯 像这块材料啊 我们取手镯肯定要挂上它的水路 它的水路就是它的飘花 还有这边 但是它裂啊 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也有一点 所以说我们要把裂躲开 尽可能的挂上它的水路 这边飘花 还能挂上它的紫罗栏 看到没有 这个位置的紫 看一下 这个手镯我们给大家画一下 先用铅笔简单画一下 来我们打算看一下 画得漂不漂亮 底子可以说是很干净啊 料子是全部划开的 它这个花呢 也是非常灵动的 看到没有 而且这个位置的紫啊 它也不是见光死的紫 因为我们这个白光灯啊 颜色比较大 这个是我们后面切下来的一个板 看一下这个板出来的效果 是不是 拉了一下光 它这个花的颜色就翻起来了 像这个位置呢 我们也要取一条手镯 把它取下来一条手镯 我们接下来啊 准备取两条手镯 看看这两条手镯起过效果 走 抚石为旷野无忧愁 唱这些遥迷的流 雪凡前红楼都求 多轻眸 落寞时却又继闹 追世界最烈的酒 这份料子已经起货了 可以看得到这两条手镯 非常的漂亮起出来 肉质相当的细腻 可以看到它这个位置的紫楼兰 看到没有 这个颜色非常的紫 而且肉质细腻 飘花灵动 这两条手镯起出来都是非常的完美 像这样的手镯呢 配在手腕上 那是非常漂亮的 OK 不仅做了两条手镯 手镯心呢 我们一开二 做了一对牌子 高山流水蜜之音 水头也是特别的好啊 牌子非常的完美 像这个牌子呢 送给老人非常的合适 还有一对手镯心呢 我们不是一开二 我们是用线切 取的一个太极的形状 是这样的 看到没有 用脆油的要求嘛 它是送给两个女儿的 我们这样单独来看呢 就是力争上游 年年有鱼的意义 但是我们把它合起来呢 可以看到啊 它是一个太极鱼 也是希望它两个女儿呢 遇到困难的时候 可以齐心协力 扭转乾坤 寓意是特别的好啊 看到没有 这就是玩原石的魅力 用完的价格 这些就已经回本了 剩下的这些都是赚的 但剩下的这些料子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还是可以取手镯 像猪串啊 挂件啊 还是可以取很多的 OK 这一期啊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说你也喜欢翡翠 不妨给老大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咱们下期再见